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在大稻埕已經90幾年了 因為我們從以前最早是賣 應該說我們是從日治時代開始做 因為我第一代算是日治時期的學徒 他一直在在地去做經營 所以應該說我們自己的客人 就是對我們店是算是很信任的 所以可以一直在這邊一致不咬 這邊以前是什麼樣的一個繁榮的地方嗎 這裡叫太平亭 太平亭最早這條大概有五六十間餅店 真的以前那個年代 有些文件事實在有寫 這裡就是叫什麼果實店 大概有五六十家 現在可能就剩三四家 像一枚跟我們是算同期的 對 為什麼那個地方這邊會有這麼多餅店 是附近有什麼需求嗎 還是說這邊是有錢人 因為這裡是大稻埕 因為果實在以前日治時期那個時候 算是富人才能有錢人才可以吃的產物 所以大稻埕這邊以前算是最繁榮的地方 對所以身邊的刀餅店 果實店也會舉比較多 那以前做什麼 像這些東西你們還在有在做的 可以舉幾個例子 像這個泡餅應該很多人吃過吧 像我們去吃什麼麵茶啊 或什麼杏仁茶啊 然後有時候都會加這個泡餅進去 對然後它就是泡牛奶泡熱水都可以吃這樣 所以有錢人才能吃泡餅嗎 泡餅算比較平價的 對有錢人是算有豆餡的那種 因為以前豆類是偏貴的 就像綠豆泡那種就是偏比較昂貴的食物 所以早期富貴人家才能吃綠豆泡 因為豆餡跟糖就算比較高檔的食材 在以前的年代 我了解了 還有嗎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一個鹹光餅 對這個鹹光餅就是收鹽用的嘛 以前有什麼四個月小朋友會流口水嘛 所以他就是負責幫忙收口水 對 然後大家拿到這個就串到脖子上圍一圈 然後會講一些吉祥話 對然後我們還有大的 對 喔這個浮誇了 對有時候現在比較家長比較喜歡大一點 就看在小孩子上看起來比較有感覺這樣 其實這個還可以用在城隍爺身上 就城隍廟出許 然後他就會掛一個 掛一圈這個鹹光餅 然後就會有一顆餅 然後他會發給姓狀 就是寶平安 他有一個概念就是什麼 寶平安 對寶平安用狀 對對對 所以這個 這種餅的話其實跟宗教也有很大的關係嗎 祭祀 對對對 餅就是有些都是從宗教祭祀來的 對 像傳統的麵粉的瘦桃類的產品 就是從祭祀那邊來 對啊 OK還有什麼東西我們沒有講到 像我們現在 因為現在人不喜歡吃太多 喜歡走精緻化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是有做這個縮小版的糕餅 它叫一口酥 就是一口可以吃一個這樣 就是它裡面就有五種口味 對 有綠豆、棗泥、咖哩、香菇 黑豆沙 然後它就是 這樣一個一個 一口一口這樣吃 不會一次吃太多 分量太多這樣 喔 對 手精緻化這樣 對對對 以前都做太大 對對對 對對對 現在都是縮小這樣 手精緻化這些 負擔比較不會這麼大 這邊是屬於GIS類的產品 像我們這裡有瘦桃 壽桃 大家應該比較熟知的東西 就是它拜拜啊 都會用 然後現在有用在那個 祭祀的 還用在那個祝壽的上面 對 我們有做那個壽桃禮盒 然後我們還有堆糖 還有堆成那個 就是一邊面線一邊是壽桃 就是兩個 一對這樣 然後打來拜拜用 就看起來比較有氣勢 大家叫壽桃面 它就是一對是 一對是面線 一對是壽桃 我們就是要熟知的壽桃面這樣 對對對 然後 通常使用的時候是 通常都是在祭拜蛇兵才會用的 對 阿平常 平常會做嗎 還是你要預定 預定的時候 會做 因為這個東西也是要 花很多時間 主要是它的弓啦 因為它要一層一層疊起來 對 就是越跌越高 提出浮起來 這種概念 對 然後我們中間還要再塞一些 亮亮的綠色的部分 就代表 是 樹葉的意思 就是樹葉 然後呢 我們要做完之後 還要像這個面線這樣 貼龍跟縫 然後還有貼一些 公柱什麼什麼神明聖誕的字條 這樣 然後還有誰誰誰去 去禁縫這樣 對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是要去預定的 所以主要是它的工比較麻煩 真的很麻煩 對 所以基本上要做這個要做很久 要練很久 嗯 對啊 要做 要練很久 對啊 才能知道大概那個量 然後跟那個位置 對啊 然後也要經過練習 熟能生巧 然後 這裡有一個叫做圓的東西 它也是用來拜拜的 所以它這個是代表圓滿 圓滿的意思 還有這個是 這個是紅龜 紅龜 對 紅龜它就是代表長壽 對 它雖然每一種吃起來是一樣的 它的代表的含義是不同的 還有我們常常看到這個發糕 發粿 對 發糕 它就是代表發財的意思 然後還有我們有做比較 這個比較可愛的一點的 就是這個 用綠豆糕做成的烏龜 對對 它是比較可愛的 也是小小的這樣 也是拜拜的嗎 也是拜拜用的 你當點心配茶也可以 你當茶點 對外賣茶也都可以 是代表長壽之意 這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聖誕糕 它主要是我們是融合西式跟中式去做結合 它是用這種傳統的綠肉糕去做的 然後上面的圖案是以天使還有耶穌 對 這個是以前出生的那個小羊孔 對 然後上面有一些星星這樣 對 然後合遂也是以耶穌為主 就是融合 就是 教堂跟我們中式傳統的高品做結合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是很久的事情還是說 對這個從我們第一代就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對 他很早就開始做這個 所以有些教堂就會固定都會跟我們訂這個 所以大概一個聖誕節可以出 以前比較多啦 你可以大概到兩三萬吧 現在大概緊一點 大概一萬多這樣 一個聖誕節這樣 哇這也很了不起耶 這我們大概是有一次 第一次看到說 欸 就是因為比較特別是說 關於這種中藥 可能跟傳統的中藥比較強 這是你們想出來的 還是對方跟你們 聽說是我們自己想出來 聽說是我阿公自己想出來的 對對對 我阿公很厲害耶 對對對 阿公好心潮 因為原料可能是綠豆糕 綠豆糕 然後把它包裝變成聖誕 對聖誕節 所以感覺叫聖誕稿 圖案改一下這樣 對對對 所以變成說一年可能做 一年就是針對聖誕節去做的 對對對 好老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看到 哇這個 看起來都好喜氣喔 對這就是 訂婚喜餅 這邊有米香 重原餅 還有一般的龍鳳喜餅 跟傳統的芝麻喜餅 對 那每個都有不一樣的意義在裡面 嗯 比如說呢 像米香就是 吃米香嫁好人嘛 就是嫁個好老公這樣 對 然後重原缸也是 因為重原嘛 當然大家是希望取個 重原狼嘛 對啊 然後這種就是屬於 一般的龍鳳喜餅 就是有傳統的龍鳳喜餅 對 所以它這邊是一隻龍 龍跟一隻鳳 那老闆我們也好奇說 一般的店家 可能看不到那樣的牆壁 喔是是是 像這個牆壁 所以是原本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原本有 是水泥牆 那因為我們這整棟重新做裝潢 把水泥牆打掉之後 發現裡面是這個 古老的這種石磚 那聽說這石磚是跟 北門弄類似的一樣的那種石磚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還有特色什麼 把它保留下來 哇 所以真的是有百年老店的駕駛 對 當初是怎麼蓋的 你大概有去問了一下嗎 它是石頭還是鑽 它就是 這個就是 應該是算大塊的石頭 然後 細成的 對 對像細成 看起來很新是我們有把那個白色的地方有去處理過 對 他們有一些白色的那個接鋒具有處理過 它那個 鑽都是很 不可考 不知道幾年前的鑽 應該有破百年 那做起來像城堡的啊 對對對 就像北門那種城堡很強的感覺 城堡那種感覺 對 幹嘛也要當防空 防空的那個 才見得 不是喔 主線一定知道說我要蓋百年 所以我一定要撐那麼久 對啊 那這個就很用 好厲害 所以毛筆這個部分就是文房世堡 那文房世堡裡面 這個區塊算是我們的 驗台跟墨條 主要的部分會在後面那邊有毛筆的部分這樣子 筆墨指驗 那當然因為我們是筆墨專家 所以 以筆跟墨是我們的最主要的主軸 那當然我們後來也衍生到 像提供像這樣子一個比較 比較高級的端驗 然後讓大家到這邊來的時候 其實慢慢的把書寫這件事情變成是 以往其實是一個寫字的工具 那當然它之後會從工具轉變成是一種 休閒跟藝術 所以驗台上也從原來的很單純的功能面之外 它會出現到像這樣子比較屬於 比方說漂亮或者是在 以這邊來說是一個世大明驗之中的一個叫端驗這件事情 它的觸感跟它的硬度其實是很值得收藏的 相對的慢慢變成是有一個 除了實用之外的一個藝術的藝術價值這樣子 所以是會有像這樣子的燕台啊 或者是像我們公司也有像這裡 這些墨條其實都是早期大概是在 這裡像這些墨條呢 都是大概是早期在台灣的中國石油 現在大家都認識的中油公司去加油嘛對不對 那其實很早期的時候其實中國石油公司 它有在產那個油煙 那個油煙是我們在製作墨條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原料之一 所以這個墨當然到現在為止 大概中國石油公司也不再提供油煙給民間 去做一些製作了啦 可是03億當初是因為製作了很多 像這樣子的好的油煙的墨條留下來 所以這邊看到的很多的墨條 大概放在我們公司 可能做出來都已經將近 應該有一夾紙的時間了 他們其實這些墨條都是每天在這邊呼吸 所以它大概呼吸了一夾紙之後 它其實不太會因為現在的外在的劇烈環境 比如說下雨啊或者是夏天天後的乾燥與否 而會產生一些均裂或斷裂變質的狀況 所以其實這些墨條也都跟 跟著03億這個品牌這個公司在這裡一直呼吸了很久 所以會有墨條或者燕台 那當然這邊也會有我們的毛筆這樣子 來到這裡就會看到我們這邊其實有提供一些 大家比較少去接觸到的一些製筆的材料 大家認為的那個什麼羊蠔 狼蠔 或者是尖蠔到底是什麼材料 其實大家好像對大家來說只是一個名詞 那到底什麼是羊蠔 這個就是所謂羊蠔的部分 我們就是把這樣的羊毛身上的毛取下來之後 整理完之後才能夠變成大家是製作的羊毛筆 所以這裡除了有羊毛或者是有灰鼠 松鼠 或者是甚至於像這樣子的比較偏向龍毛的方式 等於是各式各樣的材料都會在這邊呈現給大家看到 那我們除了原來的傳統的毛筆之外 其實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思考創新說 像這次我們就有一個跟一個小默契的合作 就是我們把一個文房四寶組 大家以前會覺得攜帶很不方便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組合 就是透過一個簡單這樣的一個圖筒的形式 它裡面就裝了所謂剛才這邊呈列到的燕台 墨條還有墊布跟毛筆 然後把它捲起來之後就塞在這個桶子裡面 就可以很輕鬆帶著走 甚至可以是一個送禮的概念 大概是這樣其實說還蠻多的產品給大家欣賞 好那像我們就也特別叫做 我們像這次有特別跟那個金馬的聯名的合作 推出一款這樣的一個聯名的一個毛筆組 它就是概念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時候呢 在使用毛筆的文房四寶的時候 總是攜帶很困難 那這樣設計等於是透過一個簡單的一個收納的圖筒 它裡面有什麼呢 有一個所謂的這個一個 好有燕台 那打開來之後呢 還有一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收納毛筆的地方 它其實也很湊巧 它剛好也是一個可以擺放毛筆的一個墊布 這個地方或也是一個墊布 那墊布之外呢 我們還需要什麼 可能需要一個墨條 這是一個像一個口紅式的 一個女生的口紅式的一個墨條 可以拿一張磨磨用的 墨條還有毛筆 那毛筆我們也特別設計成是因為 它為了簡約設計 所以用收納式 可以用把它旋轉組裝起來 好就一個像影山的字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一張 可以輕鬆的找到一張毛筆的練習紙 然後鋪上這個墊布 然後就可以沾墨寫字這樣子 好方便喔 對 所以剛剛老闆提到說 這個有一個金馬的聯名 金馬的聯名 對 我們跟我們031跟金馬的一個 剛好是今年58年的一個 金馬58的一個聯名的組合這樣子 對金馬認證 對 對 對不起 這是一個 那是他們找你嗎 對 怎麼會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剛好現在金馬 他的一個 這今年的一個議題 然後他也看到一些 像是一些 很多店家對於一些 產品的一些創新跟開發 我覺得那個 對於這樣的彼此的理念 其實是一致的 所以就有這樣一個 激盪出這樣一個合作這樣 合作的火花 好 那來到這邊 那你會發現 剛剛看過那個文房四寶 筆墨子焰之外 來到這裡其實會發現 這裡好像是一個 又是一個 決然不同的一個天地跟世界這樣子 那我們031呢 就是憑藉著百年來自比的經驗跟懂毛料的原理 所以我們才創新的 所謂一個這樣的一個 彩妝刷具品牌 那我們就看到這裡 就會有很多 琳瑯滿目的各式各樣的刷具的功能 因為 女生在化妝時候的一種 不管是眼影或粉底 它其實有很多種化妝的技巧 跟所謂的化妝品的材質的不同 所以我們因應這樣子而推出 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刷具的功能出來 來到這裡可以看到呢 其實不管是天然的毛料或者是 人造的毛料 對我們來說呢 我們都是貼近的了解 消費者到底需要在化妝的過程中 需要什麼樣的材質 比方說像這樣子 它可能是一個非常舒服的一個化鮮毛 能夠讓你輕鬆的把蜜粉 刷粉上去之後完妝 甚至於是說也要像這樣子的 非常天然的一個灰鼠毛所做的腮紅刷 它能夠讓女生的刷具的彩妝過程中 能夠畫出最輕薄 非常舒適的一個顯色的一個漂亮的腮紅的效果出來 所以這裡呢就會有各式各樣的 不管是腮紅蜜粉眼影 甚至於是很多的女生現在幾乎必備的一個底妝刷 我想坐在這邊都會琳瑯滿目都會被看到 那我們除了標準的功能的刷具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把化妝變成是一個 讓人家覺得很開心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會推出一些像這樣子的一些 有可愛造型設計的刷具 讓大家覺得說其實跟書法跟化妝一樣 都能夠好的刷具好的工具 都能夠讓人家的心情變得很好 所以這樣的設計款之後 有很多消費者朋友們 都會拿來送禮給好朋友們 所以這也相對的也變成是一個 送禮市場的一個需求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長輩對於這一塊 一定有所謂的不夠了解 可是其實能夠跟他說服的共通點就是 因為畢竟都做的是有毛的筆 我們在溝通說其實毛筆也是有毛的筆 只是它寫在紙上 刷具也是有毛的筆 它可能刷在女生的臉上 或男生的臉上 那它其實核心價值都還是在於 你怎麼樣做出好的工具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從刷具的 轉變跟轉型過程中的第一步 其實我們也做了所謂這樣的一個 指甲彩繪筆 那它其實也就是 你當中它其實是一個縮小版的毛筆 那其實長輩們對於 它的外型可能一開始會覺得不太能夠接受 可是它覺得真正放下它的溝通的理念 就是因為這個毛的品質的收封 其實是合格 是合乎標準的 所以我們不管接下來再推出 任何產品的過程中 我們都秉持這樣的精神 就是把毛料把自己的專業知識 做對做好在這產品裡面 那消費者自然就會一起侵賴它 林山儀然後座落在這個 台北市重慶北路圓環這裡 其實也超過將近一甲子的時間了 那其實也真的完全經歷到 整個大道城台北市的一些街景 跟一個人文經濟的一些變化 這裡早期外面甚至於有所謂的人行道 所謂的慢車道跟快車道 然後會有很多的攤販 大概在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就會推它的一個推車 然後推到我們的門市外面 來做一些產品的銷售 那時候的重慶北路幾乎都是 晚上都是非常熱鬧 夜市然後琳琳買目 什麼都銷售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林山儀的早期的一個狀態 那就跟我們這邊的毛筆一樣 我們原來也是早期不變的 我們做的是毛筆 那乘起而時 經歷了時間的變化 大家對於毛筆的需求慢慢的下降 那我們調整到今天呢 其實還是要補充一下 我們還是也來做毛筆 可是我們不變的是 毛筆還是在做銷售 可是我們與時俱進的 我們推出了這樣一款的 這些彩妝刷具的系列 希望這個品牌能夠繼續延伸下去 能夠讓大家認識 我們憑藉著好的技術 對毛料的認識 然後製造出更多更好的產品 先給大家 讓這個品牌能夠繼續往下延伸 下一個百年 這是我們變的價值 我們今天城市走路系列呢 來到我們台北市的信義區 大家剛剛看到我們就從 向山站這個二號出口走出來呢 馬上就面臨到大自然 這感覺這個很神奇 因為一般來講 台北市給大家的感覺好像是現代化都市 離大自然很遠很遠 就是百貨公司啦 政府部門啦 好像沒有什麼大自然 有啦 有也是小小公園 但是呢我們捷運這個向山站 走出來 大門口就面臨著一大片大自然 然後今天呢我們很開心呢 有請到我們這個 台北市信義區的這個郵區長 來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向山公園的所有的這個生態 來我們來歡迎一下 是區長妳好喔 現在要這樣 喔好沒問題 是是是 我們還是要宣導一下防疫 是對對對 好那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是我們信義區的這個向山公園 對 那區長妳 喔對 要不要先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信義區的向山公園 是 欸區長我想請問一下喔 我剛剛看到我嚇一跳 因為我會覺得喔 剛剛我們在電話跟你聯絡的時候 你說喔我們向山站出來就到了 對 我想所謂就到了有沒有 很像那個賣房子廣告 捷運站出來就到了 其實捷運站出來要走半個鐘頭 結果沒想到他一出來真的就到了 其實還沒來講還沒出來 在手扶梯上就看到大自然 是 這麼近 那我們這個向山公園 其實他的這個 裡面大概會有什麼樣的生態 是 我們向山公園在信義區 是一個非常生態豐富的公園 那在這邊呢 有我們席流基金會建置的這個原生植物區 另外呢 我們的這個台北樹瓦的保留區呢 也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那長期以來呢 我們賽地的這個信義社大啦 或者是林中魚基金會 都有做相關的生態導覽 大家可以究竟呢 來了解我們的這個信義區的生態 另外呢在裡面還有我們的靶場 還有我們樹瓦的廁所 還有樹瓦的貢龍室郵具 其實呢項目非常的多 是 歡迎大家呢可以在假日的時候 親子一起來我們上山公園 喔 欸居然我剛剛聽到妳講樹瓦 是 但是它是不是一個就是說 一個意思意思什麼舊子 但其實沒有樹瓦是這樣嗎 沒有我們的樹瓦是真真正正可以觀察的 所以有樹瓦 有樹瓦 而且樹瓦其實這裡就是他們的家 樹瓦的富裕區呢 我們希望這個市民朋友來的時候 可以看看我們樹瓦的這個生態 然後了解他們在這邊生活的太陽 那我們希望呢 就如同主持人講的 是 在這麼繁華的信義區 我們其實保留了一個很生態豐富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在開發的時候呢 能夠有這個很棒的生態 我們希望呢從每一個市民 來去做這樣子一個從小的培養 因此我們保留這樣的一個樹瓦的富裕區 是 那所以說台北市民有一個很幸福的地方 就是說放假很多人 比如說爸媽想要帶著小朋友去親近大戰 不要老是看電腦看電視玩手機 那要去親近大戰怎麼辦 舉家這個開車開一段距離之後 才能接受到大戰 那台北市市民就是 七家蛋卷牽個手做個捷運就到了 沒錯 可以來這邊來親近大戰 然後讓小朋友看一下樹瓦的生態 其實除了樹瓦之外 當然裡面一定會有很多的什麼 昆蟲啦蝴蝶啦 還是可以讓小朋友來做這個究竟的觀察 是 我們其實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在香山公園這邊的生態非常的多 除了我剛剛講的延伸植物區 還有我們的這個樹瓦之外 另外呢蝴蝶啦 或者是很多的這個植物 還有五色鳥等等 在這邊其實都可以觀察得到 那這一次呢 我們跟新一幼兒園一起合作 做這樣子的一個 象山生態走毒 那希望呢 透過林仲雲老師的這個基金會 這些培訓的老師來去做介紹 不管是在樹瓦或者是原生植物區 對於這些孩子們還有這些家長 都可以有這個生態的了解 那今天特別呢 受新一區公所的邀請 我們參加 象山走毒的活動 那我們非常開心的能夠 有三位老師為我們介紹 豐富的象山資源 那這些資源呢 其實是小朋友平常都接觸不到的 那我們今天經過了這樣子的介紹以後呢 孩子呢 也會帶爸爸媽媽一起走入象山公園 然後呢 更能領受到象山公園的美好 今天呢 要跟各位小朋友來分享的是 用我們台北市台北命名的樹瓦 叫做台北樹瓦 在象山那邊做的觀察做紀錄 它每年大概在11月底到12月初呢 就會開始進入到牠的繁殖劑 那公園呢 就會去利用牠這一個名郎 對 男生的金蛙呢 牠是什麼 利用牠的聲音來找牠的朋友 因為牠也沒有手機 也沒有什麼電話 怎麼辦 只能靠自己的聲音的叫聲 欸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來找我 來找我 然後呢 你看就可以有電話 欸 牠就有機會可以結婚 想不想聽聽看牠的聲音怎麼叫 叫 叫 好 來 我們這裡點下去 點進去 點進去 所以看喔 牠的聲音 牠在這裡 待會還有更精彩的影片 對 好 剛剛周老師說在叫的這個是男生還是女生 是男生 是男生喔 對 男生會利用牠的名叫聲 欸 牠在這裡 牠躲在石頭鳳裡面 一人在哪 啊 牠躲在那邊 在這樣子 對 牠在那邊呢 牠躲在那邊 牠覺得這裡環境不錯 適合呢 牠的什麼 小朋友可以生活在這邊 所以呢 公蛙就會躲在這邊 來做一個什麼 鳴叫 來吸引母蛙過來 吸引母蛙過來 吸引母蛙過來 喔 母蛙呢 會透過 聽到牠的鳴叫聲以後呢 就會跑過去 聽聽看 跑過去聽聽看 跑過去聽聽看 就看誰的聲音比較大聲 去吸引母蛙 嗯 這個公蛙不錯 很厲害很強壯 牠就跑過去 牠就在那邊 上面呢 這一隻呢 是青蛙爸爸 下面呢 這一隻是青蛙媽媽 那隻是母蛙 下面這一隻是母蛙 母蛙體型比較大 因為牠要抱軟 兩隻公蛙怎麼樣 兩隻公蛙怎麼樣 對這兩隻公蛙 對 牠的身上的顏色會隨環境改變 牠的身上的顏色會隨環境改變 牠在對方的身上然後 打電啊 對對 牠的手跟腳在身上是 打電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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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公蛙覺得 咦這裡環境也不錯 所以牠也跑過來 跑過來以後 別的公蛙也覺得 這裡也不錯 也跑過來 結果兩個遇到就開始什麼 扭打 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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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歸牠 然後另外一隻 綠色的那一隻 就跑到別的洞口 我本身是林仲宇文教基金會的 向山解作員志工 那我長時間都在向山呢 周邊做一個觀察跟紀錄 那不同的季節 有不同季節的物種會出現 那就是要看看你自己怎麼樣 善用你自己的武感 去發掘自己身上 生活周邊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剛剛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聽到 聲音其實是最容易讓人家接受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眼睛所看到的 我們鼻子所聞到的 我們嘴巴所吃到的 我們手所接觸到的 這些東西都可以帶給我們 在觀察當中是一個 很好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大家要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是要持之以恆 一個物種不會只單單 這一兩年的一個紀錄就會有了 那需要比較長時間的來做一個觀察跟紀錄